迷你一直都是一台比较有象征性的车啊 第一辆迷你呢是在1959年 在英国英格兰生产的 但是mini的这个概念呢 得从1920年代说起了 当时在英国如果一个家庭买不起一台大车的话呢 通常都会去找一个叫Austin 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奥斯丁的一个汽车制造商啊 后来Austin跟一个叫Morris 翻译成中文可以叫摩里斯的汽车制造商联合了 他们制造出了一台叫做Morris Minor的车 这款车非常的成功 因为它结实不容易坏 最重要的是价格还不贵 这对于当时刚结束二战的英国来说呢 实在是太重要了 Morris Minor这台车可以算是 帮助英国整个英国恢复了经济啊 它的存在呢就是为了服务整个城市生活的节奏 但是慢慢的 伦敦的市中心呢 也是变得越来越拥堵了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是比以前肯定是更加拥堵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当时的英国人觉得解决方案就是 需要制造一些更小的车 最具有突破性的想法就是将发动机横过来放 变速箱放在发动机下面 前轮驱动 这样车子内部就会有更多的空间 在当年以一个这么小巧的车身来说 mini的内部空间的确是革命性的突破 我们在这个录制拥堵的过程中呢 现在经过了那个10号唐宁街 也就是英国首相府的门口啊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都在 因为首相要下台了 然后每个人都在 我也将要下台的首相 欢呼 欢呼欢呼 我们回到正题 今天的主角呢是这台车 那么第一代Austin和Morris Mini后来的故事呢 不用我说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猜到啊 在1959年发布后呢 就火遍了整个大江南北 不是 火遍了整个英国和欧洲 甚至全球 第一年生产了2万台 到了第三年呢 这个数字就到了20万台 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啊 mini呢 将会是一个文化现象 虽然mini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 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节奏啊 但很多车主发现呢 它其实是一台非常有驾驶感的车 那mini后来呢也尝试去参加一些比赛 比如拉力赛 虽然很敏捷 抓地力也很强 但是因为小马力的这个事实还是摆在那里的啊 所以在比赛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后来Alec EZgoni的一位朋友 叫做John Cooper的人 过来跟他说 让我来帮你改造mini去参加比赛吧 然后在64年的时候呢 第一台mini Cooper S就问世了 那后面的故事呢 我也就不展开讲了 相信大家都能猜到啊 在后面几年里呢 mini已经得了很多比赛 赢了很多比赛之后呢 让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个文化现象的车 变成了一个可怕现象啊 每个人都有一辆mini 满大街全是mini 无论是你七大姑八大姨 或者是你隔壁街的修女 机长 乘务员 明星 每个人都有一台mini 每个甲克丛乐队成员 都有人手一辆mini啊 就算是有劳斯莱斯的人 也会买一辆mini 就连恩佐法拉利呢 都没有抵挡住这个mini的诱惑 在那个时候 mini已经不能用一台车来形容了 更多的像是一个时尚宣言 一种心情 一个汽车界的偶像 在这台车里停在市中心 还是有很多人看跟很多人拍照的 Thank you 还是有很多人去appreciate 去欣赏这个东西的 这个感觉跟我如果是开这一台超跑 在街上被人看被人拍照的心情 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到这台mini 大家更多的是一种 欣赏和欣慰的一种态度去欣赏 但是如果是一台超跑的话 他们可能只觉得这个车很贵 开这个车的人应该是很有钱 但我觉得我开这台mini 他们对我的感觉应该说 这个车主很有品味 这也算是一种虚荣心吧 然后到了1965年 mini就生产了他们的第一百万辆车 这是什么概念 大家想一下 从1959年第一辆车到1965年 六年的时间内 就生产了一百万辆车 在那个时候 但是好景不长 再过了一些年销售量开始变低了 这个Austin跟mini公司经过了许多的合并之后 变成了Rover 罗伏汽车集团 那么Rover当时是希望让mini这个销量 变回以前的这个辉煌的时候 他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法 比如说举办一些mini车主的聚会 当时就有一些非常著名的 世界著名的 在英国本地举行的一些mini车主的聚会 因为mini车主 他们当时这个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就一般人如果买了第一辆mini的话 后面肯定还会再买一辆 当时Rover就抓住了这一点 然后再加上一些可以给自己的mini 添加一些个性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加一些配件啊 一些零件啊 然后加一些条纹啊 一些涂装啊 之类的东西 那么到了1994年的时候呢 mini已经到了第七代 这个销量也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94年也是宝马收购了Rover集团的一年 当时的Rover集团呢 旗下还有路虎和MG 然后到了1996年呢 宝马就宣布了之后会有一台 全新的mini问世 那么我今天开的这台mini呢 其实是接近最最后的一款mini了 这是1999年出厂的 第七代 Rover mini 那在2000年呢 宝马的第一代全新mini就问世了 大家可能发现了 它是一个自动挡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其实自动挡的mini呢 当时在英国本地呢 销量是比较差的 英国人都喜欢买手动挡的mini 但是这一台99年的Rover mini 其实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1.3排量的四缸发动机 搭载着四速自动变速箱啊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这台车肯定是跑不快的 但是呢 它给我的感觉是像跑得非常快 因为我离地面非常的近 而且呢整个车非常的小 就会让我感觉周围的一切 看起来都会变得非常的快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车 有小车的它的驾驶乐趣 平时呢 我拍车都会跑去乡下去拍 但是今天我觉得这台Rover mini 在伦敦市中心呢 还是挺有感觉的 就希望它不要过热了一会 对于这种老车呢 我自己肯定是比较偏向于手动挡的 当时要拍这台车 然后来知道是自动挡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小失望的 但是现在开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我是可以完全理解 哦我的天啊 你这么大的车键要倒进来 我是可以完全理解 为什么在日本会比较喜欢自动挡 因为这台车是没有电子助力转向的 所以呢 转这个方向盘是需要非常用力的 如果是手动挡的话呢 一只手真的不太可能能转来动这个方向盘 那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城市生活嘛 自动挡在这种城市中拥堵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驾驶起来还是比较舒适比较舒服的 比起一个手动挡 所以今天在这个轮动市中心开呢 我还是很庆幸它是一台自动挡 那么这台车呢 现在其实也不是一个原装的一个状态啊 车主呢是给它做了一些改装的 我会在后期放一张这台车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具体改了些什么呢 我也就不一一的去列出来跟大家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从图片和视频中去对比 发现它改了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那是改的挺好看的 那么这个文化现象呢 我们也可以从很多电视和电影中看到 比如说有名的Italian Job 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 mini就是一台会让大家回想起来 为什么会喜欢车子这个东西的一款车啊 在这个被SUV霸占的市场和马路上 一台mini真的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特别是这种原始的 所谓的original mini 很多mini的忠实粉丝呢觉得 2000年后宝马出的mini呢 就已经不是真正的mini了 2000年之前的mini呢 他们称之为original mini the real mini 真正的mini 原始的mini 但久而久之呢 大家也慢慢开始接受宝马的mini了 因为确实宝马的mini 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都做的挺不错的 特别是他们的Coofe S版本 不过我觉得老mini 还是非常有老mini的味道 那比起我开的最新的mini GP3 我觉得我更喜欢这台车开起来给我的感觉 虽然说比起什么性能啊 舒适感啊 速度啊 肯定是GP3会玩爆这台车 但是那台车在我开起来的时候 没有带给我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 这台车呢 就算我现在堵在伦敦市中心 它还是能够带给我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台车能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么拥堵的路上开一直开开停停 对于它这么老的车 二十多年的车来说 我就很怕它会过热 你知道吗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嗯 哇 哇 这一本里就不想强烈 啊 这一本里就不想强了 你